1967年,毛主席点名要见一个大叛徒头子,不仅要见,还要请他看戏,而这个人正是被称为政坛不倒翁的李先念。 战争年代,他率领红四方面军连连出征,解放战争就是从他领导的中原突围战,全面打响的。 见过后,他从湖北省一把手,做到党中央领导人,成为周总理的副手。 这样的一位军事将领党内元老为什么会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呢? 而毛主席的举动又有何用意呢? 这一切还得从那个动荡的年代说起。 1967年的二月逆流让多位老革命家深陷囹羽,李先念也遭遇诬陷和批判,被扒出了一则历史问题。 原来在1946年中原突围战打响前,中原局为了保护干部和子弟兵,做出了一项临时四六决定, 要充分利用社会关系化妆成普通百姓,前往其他解放区。 对于不能化妆的,应设法隐蔽进行游击战,万一被敌人发现并被捕,应凭借新四军战士或农会成员的身份自首。 前提是,不暴露党员身份,党已决定,只要自首时不揭示党员身份,以后可以重返部队,不以自首论罪。 结合当时的局势来看,中原局做出这样的决定,其实不难理解,完全是为了最大程度上保护同志,保留革命火种。 尽管李先念通过四六决定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不说,还避免了我军更多无谓的牺牲和流血。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十几年后这一切都被无限放大和曲解。 有人指出,向敌人自首无异于叛变投敌,而作为中原军区司令的李先念,也因此被人写大字报批判,深陷漩涡之中。 而大叛徒头子的呼声,渐渐地压倒了这位老革命。 很快此事传到了毛主席耳中,看着面前桌上对李先念硬条条地批判,毛主席却意外地笑了。 因为他对此不但完全知情,而且还亲自参与其中。 事实上,早在中原局的四六决定公布前,就已经请示过党中央。 毛主席还亲自复电,立即突围,越快越好,不要有任何顾虑,生存第一,胜利第一。 为了避免延误时机,毛主席还特别强调,今后一切行动由你们自己决定,不必请示。 可以说这是党中央与中原局共同的战略决策, 也是中央对李先念和中原局的信任。 如今却被有心之人拿来添油加醋。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,毛主席决定请他一同看戏, 现场还特意叫他到自己身边坐下, 风趣地说,大叛徒头子来了,我今天要和大叛徒头子坐在一起看戏。 而他也用这番举动暗中传递出对李先念的爱护和信任。 作为一名工作多年的老革命,李先念何尝不懂毛主席这句调侃背后的用意, 他很是感动。 在那段特殊时期,李先念虽然遭遇多次批判, 但他一直忍辱负重,克服困难, 尽最大努力处理着国务院日常经济工作, 以减轻周总理肩商的负担。 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, 他被毛主席点名回到中央, 继续担任国务院领导工作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。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国再到建设发展时期, 李先念是党内为数不多, 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, 也是一位历经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三朝元老。 好了,今天故事就讲到这儿了, 欢迎大家给视频点赞留言加个关注, 下期见。